来 两来 你要什么 我一杯 我一杯 叫谁吧 我一杯 叫谁 我一杯 叫谁 随便讲一当都好吃 你来这边 你就可以吃完整个马尔甲好吃的东西了 你从以前到现在就是很多人了 人山人海 所以每次要进来都要排队 我的胡椒粉是用沙拉瓦的胡椒粉来的 只要你要找辐色辐香的东西来象象 一点之前就要卖完了我的下面 我一定要我的食物 这边的食物是 出去一定是要好吃的 吃了我的蝦麵 我的辣莎 这里面我问九个都讲很好吃 起来的时候是蛮开心的 这是父亲留给我们做Caya的 马尔甲只是我一个 酒店有老人家在就是招牌来的 这里的当狗的东西也是好吃的 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好吃的 哈哈哈 这间位于马六甲市区 迦勒孟西阿都拉的香香茶餐室 是一间传统的海南咖啡店 自1959年营业至今 已经有了大约63年的历史 如今已经传承三代 是一间世代传承的主传咖啡店 如今的老板是第三代传人 每天早晨顾客都会蜂拥而至 人山人海的画面在香江茶餐室 不足为奇 或许是因为它是许多马六甲人 记忆里的古早好味道 像这样这间咖啡店是由婆婆开始的 然后到爸爸去世了我就接手咯 我的先生1959年做咖啡店了的 不得泡茶咯 还有做改叶啦 起初是我先生很好的 后来他生病去世了我们才有泡啊 现在我的先生不在了 我儿子接手了 我这里有五个档口 就是鸡饭啊 辣萨啊 虾面啊 鱼鸟面啊 还有酸酿豆腐 除此之外 这里还售卖了各种各样的糕点 有娘惹粽子 烤面包 生薯蛋等等 这里的烤面包还有多种种类 让大家选择 最经典的就是香脆的面包 配上牛油以及家秧 香味扑鼻而来 入口甜而不腻 让顾客都吃的很满足 也留下了许多的回头客 这个面包叫蜜蜜 这是因为我一个顾客很喜欢吃这样子的battern的 顾客的名字叫蜜蜜 我们自己叫蜜蜜咯 所以这个Gaia是我们自己做的咯 我的Battern是Anker Butter 好的Battern 我们用好的Battern 烤面包里的家秧更是整个烤面包重要的灵魂 因此香江茶餐室的老板 选择采用手工制作的家秧 手工制作的家秧 手工制作的家秧过程繁琐 由于采用祖传的方式制作 因此需要4小时左右的时间 才能够将家秧制作好 这个做家秧的工具 也是老板父亲特制的 因为我是我父亲设计的 Battern只是唯一的 最少有30分钟的历史 这支枪也是父亲留下来的 以前是用手的 因为用手比较辛苦 没有这么滑 用了这支很滑的 这个也是父亲设计的 那么好的 不会让他要去的 也是有30多年的历史的 我来香香也大概有18年了 一个礼拜我来两次了 我来三十年了 我来知道主持人 所以我们很友善 这次是我们的回忆 这次是我们的回忆 对 现在很少有这种传统的咖啡店 咖啡好喝 粽子好吃 还有它的面包 鸡蛋 我的辣萨 我的虾面 真的是很好生意 因为它的东西真的 好吃到会讲话 我在香江 卖辣萨 卖虾面 卖才一年半 是第三代 我们妈目前为止 现在在三宝井 巴萨对面 亚洲咖啡店卖 拉萨 这个配方呢 只40年了 我卖的拉萨很注重新鲜 我们五点 早上就来 开始熬我们的 拉萨了 熬整两个小时 大概七点才会好 我们很注重新鲜 我们的 椰浆要新鲜 熬它们要新鲜 虾要新鲜 所以我们很早就来 开始准备功夫了 牛仔辣萨 它跟我们这个牛仔辣萨 不一样哦 它比较属于 辣辣 比较rich 那个汤很容易 那一种 所以它就整个很香 我的辣萨 跟热面的辣萨比起来 比较浓 因为我们用椰浆 我的虾面是跟住冰城style咯 一大部冰城的顾客都会讲 我很接近他们冰城的口味哦 我们的虾面的汤呢 有用侠客是肯定的 我们虾面的汤 我一放工回去 要准备熬这个虾面的汤 熬到来晚上有七八点了 所以 花很多时间咯 我每一样东西 拉萨跟虾面的好 每一样东西都是用亲手 用手做的 没有一个是用机器也没有买的 全部都是集中 都是好做的 我前面是叫王知青 今天是46岁 我做了这个行业 差不多12、9年了 我当口最多人叫的是 酿矮瓜咯 跟肉圆咯 还有海南豆腐 手工做的那些酿豆腐啊 真的是很好吃 又很古早味 我们的用豆腐是 前一天做了 打那些肉 第二天拿来卖 玩油是 先做先卖 我的肉是用前腿肉 加买我的秘方做出来的 而且炸出来 它有点弹性 通常这些东西 一手包拌 炸葱油啊 豬油渣 玩油是一手做到完 做出来很古早的样子 香江有好吃的鸡饭 乳肉饭 我的鸡饭 根本不用去外面排队 鸡饭在这边已经十多年了 我在香江是卖鸡饭的 在这边卖了十三年多了 平时我有卖鸡肉饭 鸡饭 拜六礼拜我有 special menu 香菇鸡饺 他们讲我的鸡够滑 我的鸡是有过冷河的 煞好挣冰水 挣给它保持湿度 这辣椒我特制的 烫鸡汤 鸡油 特别香 我在这里做了十三年 有的顾客从我开始做到现在十三年多 一直吃到现在 特了的还会再回来咯 我的鸡饺麵的料又很多 又好吃 我吃到它的鸡饺麵的味道 就像以前我们读书学校 小孩子吃的那种口味 我是Serry要 我卖的食物是鸡饺麵 金鸡粉还有粥 最多人买的就是我的鸡饺麵 鸡饺麵 比人家外面的那个料多 我的料就是有 有叉烧有肉碎有鱼饼 还有鱼圆 有时他们顾客要加一些青菜 我都会加给他 还有的就是 自己调出来的那个酱饺麵 酱 我的娘惹糕啊 把肉粽啊 娘惹粽啊 全部都是很多repeat sales 因为我们的妞妞粽啊 是一个auntie做了很久的 大概是二十年左右 它的皮啊薄薄的 然后它的馅很多的 这个肉粽里面也是有咸蛋的 它的味道也是很够味的 这间咖啡店的存在是很有意义的 有些顾客 早早一定要来喝茶 来这边打卡了才去做工 那些度中学生啊 他们早早就来吃早餐 然后去度数 或者是要去做工的 他带孩子去度数了 就来喝茶 喝茶就去做工哦 这边的顾客真的是超级棒 就很像一家人这样 有时候我们推他什么东西 他们就会吃了很好吃 又介绍朋友啊 或者每次来repeat order啊 交情都很好 有些是父母亲 baby的时候就带我们来喝 喝到现在都有来哦 大了还是有带来 带孩子来吃 也是有老客很多耶 酒店有老人家在 就是招牌来的 老人家他们也是经营了 咖啡店很多年 他们也是很习惯 早上早早起来 然后我的家婆也是 从以前她的妈妈那个时代 她就已经抛茶包到现在了 而且她到现在还是每天早早这样子 起来帮我的老公经营这个生意啦 我是觉得很感恩啊 我们泡灌了啊 我们不要知道他们的口味啦 所以我就要泡茶咯 我们不要知道他们的口味啊 因为个人个人的口味不同啊 他们是熟客啊 他们怎样知道它的口味嘛 如果你是常客每天来的人啊 你喊名字 几乎都其实讲是根本不用饭 你坐下来你的食物就会到你前面了 就是很习惯性的 坐下来就有东西吃了 我会陪我的老公继续经营这个老师的咖啡店 我们的咖啡店呢也是陪伴了一代的马六甲的人啊 也是很多人的一个回忆咯 所以我们会继续经营下去 这间咖啡店最大的意义是 我可以承接父亲的主业 以前父亲去世后 他的我的姑姑有来帮忙 大家一起合作 现在姑姑已经老了 所以我会继续经营下去 到我不可以做为止 希望人到永远哦 再Im пом desarrollo 无论 客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